七运的甲山更向,又是向西 现在这个西偏少少,就向北 现在这个数据也是一个退气的一个宅 一个向手退气的宅 而且交了榴莲的七尺度 本身这个宅的人住得长的话 一定的疾病,尤其是在呼吸道、口腔、腸胃都不太理想 加上今年七尺度,在口腔方面的疾病会更多 小心,二黑在九月份到 五黄亦在三月和十月份到这个宅位 加上安隐水和白色的葫芦 在白云的向庚,本身原局也不是旺材 有时引起思想决定比较敏感 有时不太清晰 加上七尺度,这些很勇斗狠的声音 破军声,重流 不是重流,即是和他相黑的数 影响了夫妻感情 因这些不和而破财 避免和他合作 或者做一些借贷 适合避免和调缺缺、亦会被调缺缺 亦要小心,二黑在九月份陈连病库 五黄在灾星在三月和十月份到这个宅位 不要放火了,到時應該用金碎的東西試一試 胡佬的東西